我叫张安明 我今年9岁了 我平常特别活泼开朗 所有人都说我有多动症 看见了玩的东西我就特别高兴 就会碰碰地直跳 我特别爱运动 比如踢足球 打篮球等等 很多东西我都很喜欢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朝鲜族的自治州 我是一个汉族孩子 但是我在朝鲜族学校上学 我们年纪一共有300多个孩子 就我一个是汉族孩子 刚到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 因为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朝鲜族语来说的 连我们的考试辩子也是用朝鲜语写的 刚开始我进学校的时候 我就只能听懂老师叫我的名字 张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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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为了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环境 我每周四天都住在老师家 我太难了 在老师家的时候 老师全天用朝鲜语来迟到我的作业跟我交流 我现在不光朝鲜语说的特别六 也会一些朝鲜族的文化传统 我接触猪心算已经接触四年了 从学前班开始就开始学猪心算 我们周心算要熟练地把算盘打出来才能心算 我打算盘的速度特别快 只要有我的算盘在 不管老师报的数字有多快 我都能算盘 虽然我很喜欢玩 但是猪心算给我了很大的成就感 我跟妈妈出去吃饭的时候 妈妈刚点完菜 我就会把那个总价说出来 服务员看着我就特别惊讶 算数算法之精妙 让哥哥佩服得无底同地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就担心你这大能耐 还能有什么更厉害的 不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更期待 你说 更期待张安明你这个大能耐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张安明的 小不点大能耐 我接下来要算比刚才更难的 一共要挑战两个 第一个是双脑运算 第二个是六位十笔纯加法 双脑运算和 六位十笔纯加法 双脑运算 出题两方 现场写出十个两位数 保数双方在张安明的两边 交错保数题 张安明算出两方数字分别的总和 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 我们从现场随机挑选了六名观众出题 他能完成挑战吗 加减都可以 请写清楚 稍后我们就要念给孩子听了 我们随意写都可以 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来 张安明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谢谢大家 请保持安静 两位交替来念 请尽量念清楚 谢谢 来 挑战开始 好了 这是第一轮的十道题 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数字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请尽快算一下答案 张安明请把你的答案写在你的题板上 第二组 继续 来 预备 开始 十九 二十五 九十六 二十四 减十七 十六 二十三 十二 五十七 十七 七十二 十八 三十八 十一 九十四 减十九 减四十五 二十七 六十四 十三 好 谢谢 来 结束 来 我把答案写在题板上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三组 最后一组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二十七 七十六 八十五 四十五 六十七 三十三 四十八 减二十七 减三十九 八十四 七十二 减四十八 减九十八 九十四 八十一 二十一 六十六 三十三 五十四 五十九 好 谢谢 九十六 九十五 面对三组左右不同的数字 九十四 四十五 张安明能算对吗 三十三 四十八 减二七 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紧张地 缜密地计算之后 我这儿有的应该是最正确的答案 好 那接下来你来公布正确答案 我来对一下我们的这位小朋友算的正确率到底有多少 来 我们同时展现的 好 来 三 三二 一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八 四百零二 四百零二 四百零一 四百零一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四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三 三百七十 百发百中 恭喜你 全部正确 第一轮的挑战成功 好厉害 好了 第一轮挑战完全成功 刚才说了 这是左右脑算 对 那第二轮挑战的是 六位十笔 六位十笔是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就是跟刚才那个 跟四位十笔差不多 多出来了两位现在 是不是 所以升级的挑战 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一起来期待 他的第二轮挑战 好 詹明 一共三组六位十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组 来 一共四位十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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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 4700 534 挑战成功 谢谢 还有真的让我们看得一关 刚刚我们看到的张安明 带给我们一次一次的震撼 其实张安明也跟我说 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恋 才有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的张安明带给我们的大能